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这次得到了镇江市委是政府以及印象当中或者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了 据说也是赛事 是 而且镇江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乒乓就是一个床 跟樊振东打的时候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只赢了两分球 所以今天真不一定 打的 那么现在倒了这么快 4比8 保留 这个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也是一种经验的体现 对 白短 1比5 在队内打的时候它的区别非常大 我觉得姐就发挥了三成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体育馆和在训练馆还是不一样的 有观众跟没观众又不一样 有直播跟没直播又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二局 好 反正拉起来 好 起心还是调动的比较快 他虽然刚才黄领队介绍的特别准 揍掌握得比较好 有的球他退的远一点 拉住挂住 有的球刚才那个反正站进来 你有技术不行 你还要通过一些比赛 不断的去磨练球 会获得巴黎世平赛的男单的比赛资格 巴黎世平赛的男单的比赛资格 有点实的 有点硬的东西 该胸要胸一点了 如果还是那么稳的话 反正东一旦他适应以后呢 你先挑 这三个人你愿意上哪个组 挑 他是以挑的方式来抽签 据说这个抽签啊 之前教练相比而言 他觉得跟马龙稍微好打点 其实我们运动员彼此之间是 可以说是谁都不敢说 一定是肯定赢的 白短 这个比赛就会出现完胜 也是需要的 17岁的小将6比8落后 好球 拔住 太高 还有 还有 短的 尻尾红了 给许新的 给了一个可以说 他许新的正右方的一个小三角 所以他一勾过去以后 接着他反正就出来了 这个球拔完以后其实许新的 黄领 我觉得这个小将凡振东啊 现在这个心呢 还是没有沉 那么许新呢 我想现在整体的控制就是 我们说这个虚虚实实刚 但是如果许新稍微软一点的话 这球反正能还是 能显示出这个运动员的产善的把控能力 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那有些比赛像一般的比赛 如果不出击到你神经的时候呢 调节能力 硬变能力非常重要 在中国南平第三次大循环 终极的这个选拔赛 为什么说人分成三个组 三个组每天出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天再出一个 等于五个人 是产生是冰赛的这个单打 都掺赛资格 好的 不能退太延 圆的话你直接马上下降 排短再摆 他的能力或者他的这个速度力量 今天要好一些 对樊成忠来讲 就是显得这么敏感 是 好球 好球 好吃也有关 一定的关系 这个展厅 所以这个展厅前两局没叫 最后一局了 如果说再不叫的话 就没这个机会 有时间了 而且在这落后 所以在 郭静平这个时候来叫个展厅 看看通过这个展厅 到这种大产地以后 有观众那么多观众以后 所以它的发挥对它影响还是蛮大的 主心在侧 好的 接 和力度 贴一把 停在那里就往下掉 而且现在大的体育馆以后 球友往下坠 好的 放到一个公开的 这么一个大的场馆里 特别是 包括现场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再结合自己的 正常的一种发 中不中要 对应运动员都会产生影响的 长球 许昕发力 许昕今天 确实是赢在了一个 像 许昕就11比8 3比0 战胜了凡胜 需要各种家的比赛的模练 大陆铁铁铛了吗 好 那边等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 等一下 看这个观众 站